对于这台电脑 这个资料表来说 他不知道 美国超市销售分析CSV 所以如何让他知道有这个档案 所以我现在要做常用取得资料 然后文字CSV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获利分类 请选他 开启 取得资料 他这边如果没有乱码 我们就直接点展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多了一张资料表叫获利分类 2021-01-05 另外还要请你再仔细看一件很重要的 事就是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已经成功的建立起来这个关系 他把美国超市销货资料的产品 产品纸类别关联到获利分类2021-01-05 的产品纸类别 这是自动他就帮你产生这种关联 如果没有建立那你也就拖替 产品纸类别到这边产品纸类别 你就建立好关联了 对于美国超市销货资料 CSV这张资料里面 他有一个函数叫做获利分类 你的资料表最右边 他没有这些获利分类 所以你要先想办法让他有这个获利分类 所以我们现在要让这个资料表 这项纸类别 我要知道他的获利分类 所以新增是在美国超市销货资料里面 任何一格滑鼠右键点他 第二点选新增资料行 接下来请把这个地方输入获利分类2 他要跟获利分类区隔开来 首先获利分类2等于什么 我们是不是要透过关联 连结到另外一张资料表 所以那个英文单字就是related 如果你打RE 请用方向键往下一格related 然后接下来 配保键related 他的函数 其实就跟以色谷非常接近 在这边他就只要请你指定 对应到的产品纸类别里面的 哪一个资料 答案是获利分类 tap键又挖鼓 按一下enter键 所以你去看最右边 这个资料表的最右边 就会有获利分类了 你看一会 我先看一会 我先看一会 但是你也会会有点 那么快就会有点 就会有点